你見過街道斷開兩截嗎? 今天帶大家去看這條 堅利地道150號 今天帶大家去看堅利地道150號 這條街道很奇怪 斷了兩截 我們可以進灣仔站A3出口 我們經石水渠道走上來 繼續走石水渠道 經過北帝廟 上來這條堅利地道 整條堅利地道 但這條零零射射 零射射射都有一個堅利地道 150號就是這座建築物 堅利地道150號 如果你要告訴別人送外賣 或者叫食物 你說我送來堅利地150號 就送不到 都找不到堅利地道150號 這些是一百十幾號 九十幾號 要來就要經這個堅利地道 經這個皇后大都 司徒拔道 這樣繞進這個 小徒拔道 小徒拔道 入到這個路口再轉入 這裡才是 150號 很奇怪的 斷了兩截 如果你由堅利地道 這裏上來 你就要由這條樓 這條樓 上來 轉回來給小徒 才來到堅利地道150號 這個就是很奇怪 讓大家去討論 和留言給我 為何會建成這樣 為何會用堅利地道150號 去斷開 兩截 我們看看衛星圖 堅利地道 如何上去堅利地道150號 樓梯走上來 樓梯走上來 經過這裏 從這裏上來 從這裏上來 這裏有條樓梯 這裏 就是這裏有條樓梯上來 上去之後 就回到這裏 這個樓梯上來 回到這裏 這裏是小徒拔道 我們就在堅利地道上 走上來 這裏就是樓梯 樓梯很斜 我們從這裏走上去 就可以走到 小徒拔道 下面那裏就是堅利地道 現在我走這裏樓梯上去 嘗試走上去 有多辛苦 再裏面 我們就可以 就先走 走上來 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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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頂去到邵輝台 我們繼續向前走 在我們的左手邊的路口進去 就是這個堅利地道150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謝觀看 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